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我们来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我们现在第一个景点就去圣家堂 大家看我肩上昨天晒了一天 太阳现在是红彤彤的 火辣辣的感觉 真的是不吐防晒霜 在西班牙真的是受不了太热了 一再就变红了 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前面的圣家堂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圣家堂的对面 大家看圣家堂它已经造了快一百多年了 造了一百多年它还没造完 差不多还要造一百多年才能把这个教堂完全造完 这就是很有名的建筑师高地的杰作 它这个教堂的前面的建筑风格和背面的建筑风格 完全是两种风格 圣家堂它上面已经涂上了颜色了 前几年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 圣家堂还是光涂涂的 现在已经有装饰了 大家看上面已经涂上了颜色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圣家堂买票买不到 它只能买明天的票 它现在进去的人数是有限额的 所以说今天只能买明天的票 今天根本买不到 本来想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这个圣家堂的里面 可惜了进不去 好吧我们现在只能围着这个教堂 在外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教堂 预计这个教堂还要造一百多年才能造完 这个教堂施工的难度非常的大 好了我们就围着这个教堂转一圈吧 教堂正面和背面就是完全两个风格 看起来就像两座教堂似的 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雕塑 这大城市就是大城市了 人是真的是特别的多 景点附近全部都是游客 好了圣家堂就到这里了 现在我们去下个景点 高地公园的门口突然被一只鹦鹉给吸引 这个棕榈树上面有个鹦鹉的巢 大家看小鹦鹉在叫 好了我们现在就进这个高地公园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郭尔公园了 我们就去看一下这高地的这些建筑 然后跟着我的镜头往前走 好了我们现在走到这最上面了 不知道它这个音乐道中 有没有会有版权的问题 这里有人在拉小鸡琴弹吉他的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这个就是高地的建筑风格 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石头都是 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往上爬 这个阶梯不是一般的多 大家看后面 这公园非常的漂亮 但是背着女儿往上爬 这个阶梯真的是有点累啊 这个公园里面到处都是这种巨型的芦荟 这个芦荟长得比我都高 还有前面看到很多这种仙人长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我们在公园里面现在来到了这个漂亮的广场 大家看一下很大一个广场 然后这边前面就是大海了 不走到前面看一下这里的城市和前面的大海 哇里面一片栅栏的大海 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 前面下面就是巴塞罗那城市 远方那边就是大海了 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 大家有没有看到山上这个建筑啊 这个建筑就是高地他家 高地的家就在这个公园里面 在这个山上面能看到一点点 这就是高地他家 哇他家真的是海景房啊 面对的就是前面的大山 大家看下面就是巴塞罗那 然后前面就是大海了 海景房啊 大家看这一排椅子啊 每个瓷砖的花式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每个瓷砖都是序的 但是拼凑起来感觉挺好看的 每个瓷砖的花式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正面反面他都有贴这个瓷砖 一大排椅子 可能都贴了这种花花的瓷砖 这里又有一个这样高地的建筑风格 像一个石洞一样的 每个洞的柱子的造型还都是不一样的 这里感觉像一个人顶的一个花棚似的 然后我们走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像石洞式的高地建筑 哇里面是半圆形 往前延伸的一个这样的像洞一样的建筑 这个公园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半室内的建筑 顶上也都是全部都是瓷砖 然后一个人跟这条罗马柱顶着 好多罗马柱大家看一大排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顶上有非常漂亮的这种瓷砖 搭建出来的这样的图形 走出这个室内的建筑之后 这里就是阿萨罗纳的地标性建筑 这个蜥蜴啦 喷水的蜥蜴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这个喷水的蜥蜴啦 就这个啊 用纸砖拼出来地标性建筑 看到没有 哇高地的建筑是稀奇古怪 每个建筑都是一个艺术品啊 好继续往前 我们先来下个景的米拉之家的楼顶上了 我去爬了八楼啊 背着我的女儿负重爬八楼 我带大家参观一下这里米拉之家 哇大家看这个蓝天没白云的背景 大家来看一遍这里楼顶 再来到了这个建筑的里面 建筑就是米拉之家 就是我们现在这栋楼的整个建筑的模型 大家看一下这栋楼 现在在米兰之家的最顶层 它圆形的顶啊 它是按照鲸鱼骨的造型制造的这个圆顶 看起来就像一根根骨头 就感觉我们现在在鲸鱼的肚子里的感觉 米拉之家里面摆分了很多的模型建筑 其实在西班牙都能找到实体的 这个就是高地的每个建筑的模型 都摆在米兰之家里面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顶楼就参观完了 现在我们去下一层参观 下一层这就是这个公寓楼里面 它每个公寓楼里面的门框 也是非常有这种海洋的气息 各种各样的波浪 门也是大家看这个门都不是纸线 都是这种波浪型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好多人在里面休息啊 米拉的家好大呀 整栋了都是米拉他们家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房间是什么 我这里是一个做衣服的房间 每个房间它有各种各样的用途 前面是一个小朋友的玩具的房间 这个就是一个烫衣服做衣服的房间 这里就是一个小房间有个小的床 应该是用人就是家里面的用人睡的房间 这里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下面都是烧木头的下面是做饭的 以前的锅碗瓢盘 最顶层这一层全部都是用人住的地方 米拉家好大呀 真的是整个一栋楼都是他们家 这上面一层全部都是用人住的 哇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浴室 然后米拉它的每个设计啊 反正看这个手柄 手捏上去的话 感觉就是特别给手指设计的 这里手指直接扣在里面 可以移动这个门 看这个手柄又是另外一种设计 也是非常手扣在里面 就非常方便就可以把门移开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储物室 里面有猎枪啊靴子什么的帽子 这边这一个就是像客房一样的 可以租给别人来住的 每个房子都设计的非常精美 看这个顶 顶上还有一幅这样的画 好 于下一个房间 这个就是一个书房 欧洲的老师电话 全都是股权票证 这个画像就是米拉她本人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巴塞楼呢 非常有名的这条步行街 我们现在就去步行街里面逛圈 好了 这条步行街 以前我来的时候有很多街头艺人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街头艺人 哇 这里人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挺危险在这边走 因为现在西班的疫情还是非常严重 很多路人我看了都不太戴口罩 所以我们要离路人稍微远一点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条步行街 非常有名的一个菜市场 波盖利亚菜市场 我进去这个菜市场里面 逛一圈看一下这个菜市场 好了 我现在走进这个非常有名的 巴塞罗那波盖利亚菜场 我们进去看一下里面的菜市场里面 卖些什么东西 哇 进门第一家就是西班牙的特产火腿 一个一个火腿都挂在上面 感觉非常诱人 一大块一大块的肉 哇 这里有个保安 全副武装的 好 继续往前走 这是什么卖糖的 哇 这菜市场里面人也是非常的多 好 继续往前逛一下 继续往前逛 哇 各种各样的乐带水果摊 怪怪的南瓜也在那边 好 继续往前走看一下 这菜市场里面还要卖什么东西 糖果店 candy shop 哇 好多人啊 在菜市场里面 一定要小心离别人远一点 前面卖海鲜的摊位都关了 应该前面都是卖海鲜的 海鲜摊位已经关掉了 已经收摊了 逛了一圈 这个菜市场不敢在里面太多停留 人实在太多了 好了 我们继续在步行街 往前走 走到海边看一下 已经走到最前面了 这个就是科伦布纪念碑 这个纪念碑后面就是海滩了 我们去后面海滩逛一圈 路走到头 这边就是一个港口 然后这里有几艘邮轮 这就是巴萨罗纳的港口了 好了 今天巴萨罗纳一日游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胡导吧 喜欢我的视频给订阅 点赞加分享 比如